而好龙斌从镜头前一路大战到厨房内的前副总统吴敦毅 他的夫人蔡令仪 不但个性好爽没有价值 而私底下的好手艺更是一级棒 换天期间太难得在媒体面前秀出了哪首菜 而这也是吴敦毅第一次看蔡令仪做菜 开始了我们导演讲一下 现在要煮什么 现在先下面条 吴敦毅夫人蔡令仪亲自准备拿手菜 抓紧全家人胃口的就是这一道牛肉面 随时把牛肉面煮起来 还是回来随时都可以吃 那还有水饺 水饺牛肉汤或者洋葱面 这是我们家常吃的三个的主题 蔡令仪时常亲自做饭给家里的客人吃 好手艺早就扬名正坛 这次终于把出了名的牛肉面端到大家眼前 不过老婆洗手做羹汤 怎么没见到吴敦毅 原来是躲在记者背后监工 怎么第一次看太太煮菜还站这么远 记者怂恿之下 吴敦毅才愿意脱下外套站到太太旁 连排尺都没配好 哎呀副总统别紧张 这个牛肉汤要炖五六个小时 你老婆早就在前一天炖好了 面条煮完加上牛肉汤青葱就大功告成了 你这每一块肉不同部位 要有不同的控制时间 你这每一块肉不同部位要有不同的控制时间 开始扣 被找个绿酱污染 80分以上而已哦 什么夫人牛腱牛筋牛腩三个部位分开煮 慢火炖了这么久 现场香味扑鼻竟然还只给80分 不过嘴上这么说 这一碗可是吃到一滴不胜 是 谢谢 还有我 谢谢你的同场 深圳一鞠躬 吴敦毅与蔡令仪两人都已经结了一近50年 这样的放闪方式也太中规中矩了吧 不过吴敦毅可真的要好好谢谢老婆 2017年参选党主席的印证 可不是拜托老婆煮碗牛肉面这么简单 欢迎新闻罗宇翔黄云成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